大家好我是李元杰 我今天代表WISE DECISION的設計團隊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先簡單介紹我是李元杰 我來自北各大的創新所設計系統研究室 那我們的團隊就在今年有拿到紅點年度最佳設計獎 那另外我們團隊今年有拿到GioF的機制之光的主流獎 那我個人有參加 今年有參加這個剛剛提到這個金培計畫 那我覺得是在絕選的階段 那另外我現在也是這個有拿光電的 這個異聘的光電設計師以及北一新創團隊的一般人設計師 那我接下來介紹我們這次的設計的作品是WISE DECISION 那我們這是一個視覺化的一臂共享決策輔助工具 那一臂共享決策輔助工具C 主要是在幫助病人跟醫生去做進一步的溝通 然後讓他們更加了解不同的治療方案 會帶來的優點以及缺點 但現在現在有一個問題是像我們在右側 這 quarto會可以看到的就是現在有些的呈現方式 主要是靠紙本 然後文字的方式 Mod 去呈現 那對於這些健康數量 或者算數能力比较差的病人來說 是比較難去理解的 那因此我們的團隊就希望說可以透過視覺化的方式 然后再结合个人化以及 寻证医疗的方式去做一个视觉化的辅助工具 来帮助病人做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们这个辅助工具它的操作流程 主要通过一几种部分 那一台就可以先选择尿兴趣的这个主题 那我们这一次的演示主要是以北汤之为基地来做设计 那接下来病人就可以出他们自己的电脂健康记录的一些资料 那这个系统就会根据你的资料 做一些个人化的资讯来做提供 就可以看到第三张图 那第三图像肥胖的问题 可能会带来气血管疾病 以及像是糖尿病等的一些问题 就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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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能带来这些糖尿病的风险 但是它可能同时会带来一些 像是嘔吐恶性的人种副作用 那最后病人在观看完之后 就可以根据他的可能比较偏好 是选择他预期想使用的治疗方案 然后再进一步的跟医生做沟通 那我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 主要正列的表现方式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文献 可以看到这种浮世化的呈现 可以让病人更好地去理解 一定的资讯 同时也可以向第一文字带来的误解 但另外我们也发现说在人形的这种图室 它可以让病人有更好带入感 可以知道说直观直到这些资讯 其实就代表他自己本身 那在沟通上会更加顺利这样 那因此我们最后又提供 个人化的一些服务 像是病人可以直接输他们一些电子病例 去这样系统提供他们的一些 过去的提供个人化的资讯 那另外就是他可以自由去选择 他想要看看的治疗方案 以及最后他可以去选择 他偏靠了治疗的选择 然后再去进行做跟医生人员做沟通 然后让整个过程可以有效力这样 那最后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以 肥胖特的基地做验试 那未来因为如果要扩展到整个医疗机械的话 我们希望说我们定义出一个 以外的规范然后让你以后在推广上面会更加顺利这样 那以上大概就是这次我们直接在红颜格讲的一个主外律师选的作品 那接下来我可以快速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进行的作品 这是我的在去年的壁制有什么样的 这个echo Really was the actual 那我主要希望说 嗯因为我自己也是产品工工业设计背景的 所以我当时作为一个火厂的无纹机 然后去帮助小矛人员做火厂骨骑 然后将冰他们的商楼 就是当初有实际开化过实体的一些产品 然后装商线油直接随袋的藐ieving等等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在场就是 前提设计前提 kingdoms 几个问题 那第一问题就是想起来说就是在地主一还有地主职业这种企业工作 那就设计师来说他在思考两者层面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另外一个想起来说设计师在台商啊新创台外企业这些不同的工作文化 只是我第一份工作选择这些不同的企业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最后以上这些是我们的设计团队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些咨询有任何的问题 我想要进入了解的地方就欢迎扫描我们的对阿公和赐道行的研究室的光满来做进入了解 那以上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同学方表 请各位欢迎各位业界先进给予同学建议 就是可以按桌子上面的麦克风就可以开始说话 那我们先请韩世果总监 帮我先给一些建议 就是我刚刚共享的决策系统我觉得还不错 可是它因为是从两个角度嘛 一个是医者一个是病者 那我个人觉得说它的专业度还是比较偏销 专业的至于使用 那可能如果你在UI部分能够做一些从另外一项 因为它可能不是各种领满 它可能是年纪成本 年纪更小 那它只使用在UI比较长 那如果说你可以在套UI比较长 能够有多面向的话 我觉得好像会算帮这样 那您提到的问题关于那个 股低跟股低的协议工作两个差异性 其实一般我们在外面协案 就在做公设计案的话 一般有一些很多公司的设计house的工作 那我们本身设计house的外面的设计公司 那外面设计公司一般就是 如果是要做C的话 你可能多一些像一些试调 一些调查的部分 那设计是由从刚进到那个社会里面 我们会以自己的观点 看这个设计的状态和它的结果 可是在外面接触C的话 它需要很多一些大数据的资料 然后也需要一些任团队的一个工作 那比如说像我们往往以前在学校 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小组的完整所有事 那在企业里面有很多一些很像的连接 那延伸到第二个问题 比如说在新创 或者是台商啊外企 这些不同的一个企业背景下面 那你要去临火的运用团队彼此理的关系 然后能够让这个事情能够推进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在业界以后 思考的也是设计本身而已 他们要思考到他的一些 像公司的精神啊 他的结构啊 他们一些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些 各种的使用状况或运机状况 然后可以让设计能够更加值 谢谢 谢谢 还是我总监 还有其他的 好 那我们邀请郑宏总监 嗯 哈喽 谢谢 嗯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 针对你两件作品的话 我会觉得对于业界来说 得奖就得奖 所以说 刚刚看起来说 RCA 学雄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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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觉得 其实对于业界来说 我们会被贊入的一件事情是 你未来 你从这些 得奖的安定人 学到什么 以及你未来想做什么 因为其实你不看降低我们两个东西是解答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两件事情以及你对于未来你想要进入到业界里面 想要做的一个贡献 或是你想要做做服务的一些事项 所以对我们来说目前这两个我比较看不出来的你的信息是什么 以及你的专场是什么 尤其是通常比赛不是一个团队在进行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会更想要找你 可以做什么 以及你最擅长的事实是什么 不然的话其实 我们都要猜测说 你到底做的哪些你的贡献度是多少 我觉得反而是你更直接告诉我们 你想要做什么 以及你可以呈现是最专业的事项是什么 而且他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独低跟独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你面对的客户跟他所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独低你面对到一个是李正典的公司 他可能是要销售给医院的政府单位 以若有底来说的话 所以你需要从他最终端的一个目标 去思考他的销售的一个点 销售的足球 然后接下来符合他的计算 符合他给最大限度使用的部分 独低呢其实很简单 你找到一个特定的区域 也就是TA 把TA设计好之后 针对他提供一个 从成本量产稳定性 然后后面相当保护其他造型等等很多东西 是能够固存在整个商业模式里面 不管是你们公司可以获利 同路可以获利 消费者买的也要看一下 所以其实对于设计来说 它是一个通判的一个考量 但是它其实针对于不同的图义或是图习 你所欲利的点 他在那个比例上面会做一些调配 谢谢长官 谢谢 那我们邀请的丹永俊总监 你好 嗯 我 我想 那因为你们没办法规划 就是说 我觉得你的问题 比较紧紧别作为 让我觉得你是一个 就是 目前主在一个 对自己的工作发展的一个想法 很多问题的状况 然后 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喜欢理性思考 然后想很多问题 那 不过你的问题本身 我觉得你 更好的 这其实对后面的同学也是一样 比如说 刚刚 呃 正 这个是他的意见 比如说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你的问题 除了问问题 你本身是什么状况 那因为我刚刚看的 我在这边已经有两个工作在进行 对 对 目前是有拿到一个 科技业的预定 可能一个是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你是一个 你非常好 基本上 你已经有很好的出发点 但你的两个问题 其实都是 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 我会对 像你们这样的 阶段的 就是 网费 我会建议说 我都 我对所有网费都讲的 那就是E35的一个概念 比较 比较逻辑 就是说你先花一年认证的去工作 然后你在这一年中 你看看你自己会不会喜欢这个工作 因为 你的问题 其实 对每一个设计师的反应 对大家可能都不一样 比如说外型跟 台商跟新装 可能有一个设计师要陪我回答是三个 我觉得应该很大 然后 所以 然后B2跟B2C 系列以为有规模的不同 所以 他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也是B2C 也很大的 B2C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很复杂 所以你 你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很好 可是我也希望你 专注在 你自己 就把你自己的潜力 在一年可以发分 然后E35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工作 一年做完就不爽 就把 我不喜欢你的工作 把它慢慢来换 因为你要换换 换到下一个 你可以做三年的工作 如果你可以做一个工作 设计师的工作 可以做三年不变 就表示你有点热情了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谁 然后你才可以去面对你自己 提的这些问题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向给你指导 谢谢 谢谢